哈囉,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Laltoautoman 今天呢,繼續我們的飢餓龍啦 我們已經睽違已久很久沒有上線了 我們接下來呢,就是要趕快把我們的這隻冰龍呢 拿來做一個進化的動作 那麼這一隻冰龍呢 我已經有點忘記了,他後續強化的樣子 像是他強化最高的話,是可以怎麼增加冰凍半徑 然後再來是什麼 含冰脈衝,使一些冰凍的敵人爆炸 感覺應該是蠻強的吧 然後之前看那個影片留言呢 有人說老頭這隻電慢龍呢 已經被削弱了 沒有像我上次拍的那麼強的 我是不知道到底有差在哪裡啊 我們待會呢,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再回頭玩一下電慢龍看看 好不好,那我們趁現在我這個材料還非常的充足喔 我們現在這個材料 234個碎片 我好像沒有辦法把它升完是不是 沒辦法升完照課金了你知道嗎 我們試試看好了 我們看可不可以把它升到最高 然後最高30級 我們好像最高只能升到10級而已耶 材料有點不夠耶 尷尬了 尷尬了 尷尬了幾個碎 尷尬了,客起來嗎 客起來,客起來 再說啦 好不好 我們先消費 我們是不是先消費 我們先強化一波 這是五階 這是五階 極地之風 好了 沒有材料了 果然 果然如此 嘿 死定了 好吧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老頭來抽一下蛋好了 剛好呢 這邊有這個活動喔 我是想要一次把他升到最高啦 所以說 利用這個活動 看可不可以抽到這個吧 是不是這個 什麼陰險事件組合包喔 會抽到這什麼真空吞食距離加100% 還是說直接有買的 直接有買的話 是170塊錢阿 對阿 這直接有買的阿 阿 如果用寶石買的話 還是一樣貴 阿 還是一樣貴 阿 然後據說蘋果用戶好像漲價了吧 好像還真的漲價了 漲起來 漲起來 欸 老頭要噴錢了 我的天阿 好吧 就只能先用 購買蛋蛋的方式 先買一顆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可以抽到什麼 這一看就知道是普通的 普通蛋 然後變成蛋殼 現在普通的蛋殼呢 直接變10個金色碎片阿 其實算還不錯啦 阿寶石部分 好像目前沒有顯示優惠 我覺得有點想哭 這100個寶石 10萬金幣真的也沒用阿 這什麼 保證出更棒的蛋 這個我也不要阿 更棒的蛋出什麼 百分之15%出稀有 那更不合 應該是這個阿 這個保證出稀有93% 稀有蛋頂多換個二十幾個金金蛋吧 好不管老頭先克一波 帶回來 好的我們接下來呢 已經除了將近一千兩百顆喔 也花了不少錢 不過沒有關係 老頭為了有始有終 還是克了一下 準備大失血了 就為了拍這部影片 是老頭自己想拍的 絕對不會是觀眾逼的 真的阿 我就講真的阿 絕對不是觀眾逼的阿 因為我是真的想說 把他強化到最後看怎麼樣吧 那剩下的可以用到之後阿 因為之後這個也會更新新的龍 對不對 只是呢 值不值得 我就看個人的 我是覺得還可以阿 如果你們覺得不值得 那我沒辦法 好吧 我們廢話不如說 我們趕快抽蛋喔 阿如果有機會抽到十四級 那是賺到 我們現在來抽蛋 抽一波 基本上呢 要抽到好的東西 基本上是 比千二透還要更難阿 好不好 沒關係阿 消費看看 我們要點擊那個蛋呢 上面那個光紋呢 如果出現了不同顏色 那代表有機率 我記得好像是綠色吧 綠色的話是抽到稀有的樣子 我們現在點都是白色 所以說都是垃圾 這全部都是垃圾 這沒什麼要講的 好不好 我們現在快速的抽一 抽一抽一抽一 抽一遍 快速的把他抽光光 全部通通拿成換人金蛋 非常好 再抽 抽起來 點擊 又是白色的 人生失敗組 開樣子上帝沒有對我微笑 QQ 再點一次 哎呦還是白色的 到底要如何 我們才可以抽到一個好一點的呢 好 而且我不知道那個封面 在賣的那一隻阿 好 欸 有有有這個 喔 吸油 然後這個吸油我已經有了 所以說直接送50顆金殼 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現在有129個喔 可以把它升滿嗎 我們已經L級了 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電力的部分 喔 還差一點點 好 繼續 我不知道封面的那一隻 新的那一隻 可不可以抽得到 如果可以抽得到的話 其實還蠻 蠻讚的 算是現賺100多塊吧 不過 基本上 你知道的 不太可能 再抽 抽 抽起來 而且說實在的 你能抽到吸油其實算 真的要偷笑了 你知道嗎 真的 能抽到吸油算偷笑 然後再抽到傳說 不要說傳說啦 死屍 死屍我曾經抽過一次吧 結果變成一顆 變成金蛋 金蛋碎片 不知道為什麼 我明明身上就沒有那一個 然後就 就差不多判定成那個 金蛋碎片 我也是笑笑的 真的是 哭一波 啊 快點快點 再來再來 64個碎片 還不夠 再來一個吸油 再多送50個碎片吧 來抽起來 抽起來 喔 這個又沒有 好 繼續 我們應該可以 我們應該在幾顆就可以強化到最後了 來 再來 好 應該夠了 應該夠了 104個喔 我們升級了 有寒冰脈衝 好 再來再來 啊 差一點點 好 差幾輸啦 有 我們的就要即將變最大隻了 你看 我抽到這麼多顆全部都普通 只有一個吸油 各位 你們會繼續抽下去嗎 又來一隻吸油了 不知道這五有沒有 喔 我這五也有了 變成50個金殼 好了 我們可以升到最高階了 耶 最大尺寸 終於可以玩了 來吧 我們來吧 好 我們就全部帶這四隻出去 我也不管那麼多了 直接看最大隻的威力到底是如何 Let's go 我來了 喔比之前大隻好多喔 哇 衝起來 有沒有 這有爆炸嗎 怎麼感覺不出來有爆炸的感覺 我是有聽到 不是 發炸發炸的聲音 但是我是沒有聽到 我是沒有看見哪裡在爆炸啦 而且這隻龍本來就怎樣吧 我記得我上一次玩他 好像還噴什麼光線 還是說我忘了 不過整體下來 我是覺得還不錯 沒有到之前感覺玩那個什麼 玩了一隻電慢龍那種逆天的感覺 而且也據說電慢龍有變弱了 我們待會有機會玩看看好了好不好 待會有機會玩看看 不過我現在稍微看了一下 他 他讓周圍被冰凍的能力其實還蠻不錯的 可以讓敵人不會動這樣子 又讓敵人不亂跑這樣 欸 哇 我剛剛是把旁邊的那個給冰住嗎 哈哈 我剛剛看到我那周圍直接被結冰耶 是因為我的能力嗎 怎麼覺得自己突然有點強啊 哇 世外桃園衝一波 哇 而且我不知道他有沒有開放新的 新的區域啊 這就不曉得 上次說有開放嘛 就這裡嘛 除了這裡之後 好像沒有別的地方開放的樣子啊 感覺沒有 哇 打爆什麼 又探索秘密區 他剛說打爆什麼 打爆上面那個 你看這邊就完全被冰住了 這是我用的嗎 打爆平衡 這應該要走下面吧 這裡啊 喔 這打爆門就開了這樣子 好的 我們繼續往下衝 看衝到水裡有沒有辦法 Ice time 冰凍我們 冰凍整個大地 有沒有看到這邊寫說 不可通過目前還不行 到底是不是要更新啊 那更新也太慢了吧 我 據我了解目前為止 是每 每一個月更新一次的樣子吧 好像一個月出一隻新的龍 我所知好像是這個樣子啊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樣子 其他一次有點太慢了 我是這麼覺得啊 好看飢餓龍完一完變飢餓殺了 哈哈哈哈 欸這隻在水裡油其實還蠻 怎麼講 還蠻好油的欸 不會像其他的龍 油到一半被水壓給壓上去 水的水的力量啦 讓你浮起來啊 這個不會啊 目前為止感覺這個不會 我剛剛被他攻擊了是不是 好這邊是哥布林的區域啦 不過貌似看起來哥布林區域好像也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啊 感覺並沒有 好 我剛剛是被 被卡住還是怎樣 我要吃冰塊增加一下自己的buff 讓自己更強 我覺得這次玩到後面分數要大概一百多萬這沒什麼問題啊 絕對是沒問題的 怎麼一探索秘密區域 不知所謂 欸 啊我不 我不知所謂了 我真的不知所謂 哎唷被炸了 努力的恢復我們的冰凍體 冰凍的能量 我們護盾現在是滿的 欸這隻 說實在玩那麼久 要死掉真的還挺難的欸 突然覺得好想尋死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想要嘗試看到底 我要怎樣才能死 渴望求敗 孤獨求敗的龍有沒有看過 不過剛剛在玩的時候有一度我真的快掛了 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又 整個能量湧現是怎樣 啊我的護盾被炸一半了為什麼 我的護盾為什麼被炸一半了 啊又瞬間恢復了 衝啊 要準備 準備烈焰奔騰喔 燒起來 哇 哇 衝起來又不能通過了 太可惡啦 一整個不給通過 好 好 那我要去別地方了 這個地方不歡迎我 我們準備往左上 左上移動 啊為什麼 欸 什麼突然就這樣往生去啦 啊算了不管了 總而言之呢這就是我們現在這一隻 啊強化到最高階段的樣子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稍微看一下 上次有人說 電龍 電慢龍整個變弱的一個樣子喔 其實我還挺好奇的 電慢龍是怎樣一個變弱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我印象中那時候早期的電慢龍是 基本上周遭的敵人 就一直被雷劈 走到哪劈到哪 嗯 我感覺好像其實 也沒有落到哪去耶 還是說 XA龍的龍本來就這麼強啊 應該就說他閃電的速度變慢了吧 發光速的速度啊 他發光速的速度變慢了 我記得早期的版本發光速的速度好像很快 不過我覺得這並不影響 整個虐殺 的程序啊 我是覺得並不影響啦 對啊整體下來還不錯啊 對啊 我覺得可以啊 我們稍微看一下這邊有沒有新的區域好了 啊 啊 啊 燒起來 啊 這巫婆 巫婆的領域嗎 直接被我電掉 越撞越遠 往左邊走 陰影山洞 有點不太想耶 算了 我要放棄這回合 結束 好吧 今天差不多就試玩到這邊了 沒有不是試玩 就是強大的用我們課金之力把它給結束掉了 好吧那麼呢下次如果還有再更新的話呢 記得提醒老頭 老頭呢會竭盡所能的呢 帶來這個 最新的更新 哈哈哈哈 好意思講啊 這一集拖了這麼久 好啦 今天先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 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飢餓龍再見面了 掰掰 掰掰 看到了 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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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角